各位同學好 我這邊要討論上面是怎麼來的 就是我要考慮三個點的高次積分的話 我應該會有上面這樣的關係式 一個是加權係數 ω1ω2ω3 還有它的點位 點的位置是x1 x2 x3 總共有六個位置數 這六個位置數我利用五次方的多項式展開 去看它的六位置數是多少 是對應到多少 我們把這樣的過程討論一下 各位同學我們的想法是說 我要去積分這個函數很困難 這個函數可能蠻複雜的 那沒關係我就模擬它 用模擬的方式來模擬它 模擬成有五次方的項次 這一個多項式展開 用多項式模擬它的時候 有五次方的項次 有四次方的項次 有三次方的 還有兩次方的 還有一次方的 還有一次方的 還有常數項的 這樣的話總共有六個項次 可以配合我的需求 我的需求是有六個位置數 它這個A B C D E F 剛好是六個 它們的係數會有六個對應關係 那六個對應關係就是六個條件方程式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所以 現在我們說 負一到一的積分 本來是函數F要的積分它 但是我現在用一個模擬函數 所以是約等於的 它這個模擬函數 會讓我找到一個近似的答案 這個近似的答案 是跟我現在模擬函數有關的 A X 5 次方 B X 4 次方 加上 C X 3 次方 再加上 B X 平方 再加上 E X 再加上 F 要積分它 好 然後等到右邊呢 這樣的處理 會對應到誰呢 會對應到 O1乘上 X 1 帶進來的函數值 把這裡面的 X 換成 X 1 所以會是 A X 1 的五次方 加上 B X 1 的四次方 再加上 C X 1 的三次方 再加上 D X 1 的平方 還有 D X 1 還有 F 好 然後後面這一項呢 因為三個點的模擬方式 三個點找函數的積分值 所以會有第二個點的對應 第二個點的函數值 乘上 O2 O2 就是一個加全係數 這是 A 乘上 X 2 的五次方 再加上 B 乘上 X 2 的四次方 再加上 C 乘上 X 2 的三次方 還有 D 乘上 X 2 的平方 再加上 E 乘上 X 2 再加上 F A 乘上 X 3 乘上 X 3 乘上 X 3 的四次方 C 乘上 X 3 的 Free 乘上 X 3 乘上 X 3 乘上 X 3 的平方 施上 X 3 乘上 X 3 乘上 F 那就是6分之x的6次方乘上係數A 第二項呢 第二項就是5分之x的5次方乘上B這個係數 C也是4分之x的4次方乘上C 再來D也是 D的項次就是3分之1的x立方乘上D 1也是2分之x平方乘上1 最後一個是F這個常數 積分之後多乘上一個x 可是還要記得帶上下線 上下線帶一下 上線是1下線是-1 對A來說 因為它是偶數次方 A旁邊那個x是偶數次方 6次方 1帶進來又變1 負1帶進來也是1 然後上線減下線就減掉了 所以對A這個係數來說會變成0的係數 對B來說呢 x5次方帶1正1 負1帶進來變負1 然後上線減下線 所以D相關的係數變成2分之5 3分之2 3分之2乘上D 1相關的係數又不見 1相關的係數又不見 因為它是偶數次方 最後F相關的係數呢 就一樣的概念 兩邊F 各種學我這樣寫的目的 是要讓同學們的 這個ABCD產生對應關係 我寫出一個比較係數得到的結論 接著我們就比較一下係數 比較誰的係數呢 比較ABCD的係數 有A對應的係數 B對應的係數 C對應的 D對應的 E也有對應到 F也有對應到 A對應到誰呢 這三項都A相關的 Om1乘上X1的5次方 加上Om2乘上X2的5次方 再加上Om3乘上X3的5次方 這三個都跟A相關 這跟A相關的係數會對應到0 我們剛剛的積分式 積完分之後 A對應的係數是0 所以這應該對應到0 B相關的係數 也有類似這樣的狀況 B相關的係數在這邊 他們是Om1乘上X1的4次方 加上Om2乘上X2的4次方 再加上Om3乘上X2的4次方 Om3乘上X3的4次方 B相關的係數是2分之2 所以這邊要對應到2分之2 C相關的係數呢 C相關的係數 有這三個要相加 Om1乘上X1的3次方 加上Om2乘上X2的3次方 加上Om3乘上X3的3次方 C相關的係數對應到0 另外等候另外一邊是0 0的係數 D相關的係數呢 這三個相加 Om1乘上X1的4次方 加上Om2乘上X2的4次方 再加上Om3乘上X3 E對應到係數是0 最後一個 F對應的係數是 Om1加Om2加Om3 這對應到誰呢 對應到2 各位同學 我現在就是利用六個方程式 去解六個位之數 當然它有點麻煩 這要解六個位之數有點麻煩 但是我這個概念 同學最後要抓一下概念 我這個概念 是可以讓你慢慢算出 上面這一組答案來的 或是同學 直接把答案丟到這邊來檢查 特別是最後一個 比較要檢查的這個 會發現我那樣的組合是OK的 先到這邊 同學們參考一下 這有點麻煩 但是有滿足上面這樣的關係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ugh